剛才有說過,最好幫某某某某某蠟買,因為有只是245 168元買了,沒有離開,現在走便會虧很多 我想很多人都是這個心理 合起來不理會離長算 剛才說,電動車你合起來不理會 隨著經濟狀況繼續轉差,內地補貼政策也轉差 他可能在一些电动车公司上面都没有什么新车销售放活 你能不能够真的合码不理 就是你用鸵鸟政策去面对着一些东西 那些火烧不到你的屁股上面没有东西 就是你如果这笔钱上面对你来说输很多 但是只是你整体现本金上面很少 譬如你讲有百多万的流动资产 不要说到百多万了 说到十多万的流动资产 我买了一万元左右 我假设输一半五千元都相 但是对比你整个泡沫来说不多 当然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这样已经拿了很重货的时候 十个百分比已经很大影响的时候 就真的要理性止据了 一百五十元穿了就走了就算了 我们不要好像去年很多人好像阿里巴巴那样 二百八十元跌下来不理 穿二百元就任由他 去到这一刻一百元都没卖 那会不会发生这些状况呢 我又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但是你都知道电动车这些是国策扶持 国策主导委主 市场跌近一千点了 那么多因素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条件真的无事 你输得起就可以了 你问我的我当然建议你走了 所以我上年都不断地向我来主张指摄 今年的市况又不是特别乐观 怎么会不用做风险管理呢 所以你的结论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年故事 就是在说 没可能不用做风险管理的 如果你的心态上慢慢 我们常常都强调不要猜底不要猜顶 原因就是第一方面趋势 告诉你现在的市况发生什么事 趋势假设改变了 我相信市场上面 是会有很多消息证明给你看 电动车上来 当然问题就是二百四五 当趋势转变的时候 你会失去低位 但问题这些位置是原因 就是可能有机会插下去很低水平 可能那时候下到百一百二那些位置才开始反达 不出奇的 现在你看图就跌得很厉害 但其实你拉在图表上面 拉回一两年左右 去想一下升了多少上来 你百六元 如果你近期才买 你纯粹是贪心 你那时候是长线投资 投资电动车 可能有很多人百一百二那些位置才买 那些人是打货圆形的 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以打货圆形的心态为主 所以这些追跌的股份 你看图上面 穿了百五元这些水平没有重要支持位的了 你下一个位置就可能达到一百一 一百二了这些水平 所以有什么理由不用折车 所以我觉得暂时是说 我们主张向来都是以折车为主 但因为大前提就是说 我们会跟贴那些 我们天天都盯着那些 如果你跟得不贴的情况下 可以怎么做 刚刚就是说 平衡你的持仓心态 减持到一个合适水平 就是这么说 假设跌到一百元你都不伤的 你减持到这些水平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这些市况上面就是盲目 想着赚快钱 可以赚钱这样算 这些市况在斗输钱 那就是输少当赢 你打麻将都有些阶段就是输少当赢 所以现在市况上面就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一定是以输少当赢的心态为主 你特别抓着那些风头火势 那些沽售压力最大的股份上面 就会想象 是